各位朋友好,我是陈军卫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每天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残酷而严峻的事实 因为网络的封锁 你无法通过互联网来与文明的世界进行交流 你的学习受阻,你的工作受到阻碍 你无法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你的生命浪费在毫无价值的网络绑架之中 这种邪恶的风气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彻底的摧毁这个网络长城 重新夺回我们的自由与尊严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代 我们在网上已经见到了太多的相关于各种各样的翻墙教程 还有推荐的各种各样的VPN各种各样的翻墙软件 但是大家会很快会发现 就是所推荐的这些软件程序也好 这些方法也好 可能很快又会失效掉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从根源上找到这个问题 把它整个代理的逻辑 包括一些相关的当前目前国内的一些审查的一些方法 一些环境 你要整体上的理解了它的运作模式以后 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对症下药 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以后做到 你随时随地都有办法能够保持随时都有可能高效的上网 那么我们在第一步 我们先来对整体的中国的这状况 还有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先大的框架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暂且把政府的审查审查部门我们看成两部分吧 一部分我们就叫做允许你活下来的或允许你生存下来的网站吧 那这种网站的话一般是在国内 就是在国内的网站 为什么因为国内的网站 你如果没有接受审查 没有把甚至自我审查 甚至你没有主动的把所有的政府不希望让大家看到的属于非伟光阵类的内容 不愿意让你出现在网站上 你只要出现你就马上要有麻烦 要不然的话网站被封要不然肯定负责人等一下就被喝茶了 或者被询问了 反正就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国内的网站 为什么全部都是允许访问 因为它就首先你要审查完成一切都没问题以后 才允许你挂在那边正常的去提供资讯 那资讯也一样你必须要自我审查 所以的话我们把它或者叫做国内的网站 或者说允许你活下来的网站 如果你要是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查 的话你个人的网站有的时候你服务器放在哪怕是香港或者其他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只要在国内你没有提交那种审查的报告 没有提交相关的资料 那随时都是被封的可能 随时随地被封的可能 那我们现在暂时把这种类型的网站就叫做允许你活 你有资格活下来的网站 我或者说叫国内的网站 配合着政府来运营的网站 允许活下来的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除了除了你要是除了这种被审查过的 就是乖乖地接受审查的 有的大的国际网站也有 有的他就做成两个版本 就是说自由流通的透明的信息 在自由世界里面提供正常资讯的网站 那国内不允许你活下来 那么你就你就把你直接封掉 但是他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可能有个做人国内版的 国内版的话他就审查自我审查自行切割 然后就叫做阉割版的 他也归归到这种国内网站一起活下来了 也一起活下来了 然后除了这些这部分的内容 其他的话你就不管你网站做得好 不管你的信息怎么样 多么公正多么多么透明 你越透明越公正 那共产党就越不喜欢你 越不欢迎你 所以通通被封 所以全人类最优秀的网站 基本上中国就通通通通通牺牲通通死 就是这这部分的话叫做 被封锁的网站吧 被封锁的网站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什么去访问这个被封锁的网站的问题 那我们要访问这网站的时候 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电脑 本地电脑 本地电脑 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电脑嘛 然后去访问访问这个访问这个被封锁的网站 我们颜色稍微分别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访问国内的网站 或说虽然是国外的网站 但是你已经进行了自我阉割的允许你活下来的网站 这条路是通的 这条路的话是可以访问 然后他可以 这些网站可以访回来 把消息访回给你用 这是一部分 那当你要去访问 被不允许的 你没有自我切割 然后国外网站 他忙得要省 他拿了时间整天去搞这个欺骗人信息的东西 他肯定没有时间去弄这个 所以不接受审访 他本来浮渡像就面向全球的 就是自然流通的这种信息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做这严格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想要去访问他 想要去访问他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候呢 政府就会拿起一把刀给你剪掉 就会把你打个叉给你干掉它 然后这条路就断了 这条路就断了 我们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去上网啊 或者资讯本来就是要满世界去获取资讯啊 去了解真相 了解真实的东西 去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 让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掉嘛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全封锁了 那我们就剩下的都是都是我们又不想没有兴趣去访问的网站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大家看清楚了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看啊 这有个监管的部门 有个监管的部门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啊 我们就叫做网络审核部门吧 或者说网络具体什么部门 我们不知道反正有很神秘的力量 他就把你网站全封掉 我们就叫做网络审查部门吧 好吧 中国网络审 或者说共产党省政府的网络审查部门吧 网络审查部门啊 就是那个那个审查的部门的话 有个有个好像专有名词叫做长城防火墙是吧 那叫什么 Greater Firewall of China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部门啊 就是这个网络防火墙的部门 他就来他就来处理这个事情 他发现这个网站呢 觉得你的资讯我不要你访问 所以我就拿一把刀 把它给他剪了 就把它直接剪掉了啊 就把它直接在半途里面就给他剪断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看 你想要去直接这条路想要去访问的话 根本就没得走 你路已经已经被剪断 已经就不通 这条路就根本就就行不通 那但是你又要访问他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有了互联网代理的这样概念啊 到我们这里这时候需要借助 一个第三方的代理服务商 来帮助你实现 相当于说 你绕了一个道 你绕了一个道 绕了绕到了一个 我愿意帮助你去访问这个被禁止的 被封锁的网站的 最终要去到目标网站里面 你需要借助一个网络代理 代理商 网络代理 就是 就是相当于找到这个服务商 然后通过这个代理的服务商 再帮助你去 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他再返回消息过来 就相当于说 你要多绕了一千 你要多绕了一千 我们颜色还是一样分开一下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那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像这种政府的这个审查部门的 那网络的审查部门的话 当他开始把你剪断掉以后 那你绕了一圈 既然能访问 那么本来就可以给你访问了 但是他之所以要搞这种审查目的 就是就是目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 这个被封锁的网站 这个透明世界里面的信息 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消息 就是不愿意让你看见 所以你绕个一圈 他照样他不行 这个时候呢 这个审查部门呢 他除了要审查以外 另外一个他就要开始要攻击了 这是要攻击了 比如说你的代理的像VPN或者其他的这种服务商 VPN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理模式吧 反正你这既然的话 我想要把这个封锁掉 不想让中国人知道太多东西 你就乖乖被奴役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又绕了一天又又去了解了更多消息 这时候他 共产党就不干了 所以他就要 把这个路切断掉 除了网络直通的这条路剪掉 另外 他还要把你这个网络服务商给你攻击掉 让你 让你工作不正常 让你的话 一直处在一种 时段时序 然后很难以为序的状态 他会 他会攻击 他这个手会攻击 来 我们把它颜色变得红色 这手呢 他会发起 对这种代理商的攻击 让你的服务 时段时序 或者说 动不动就崩溃 反正要弄到你 尽量让你这条路 反正也要 也要断掉 最终的目的 其实也要想把这个 想要把这个 这条线路也给他弄断掉 想把这个路也给他干掉 然后呢 同时除了对这网络攻击 当然对被封锁的网站 他也可以适当攻击 但是封锁网站 你直接攻击的话 可能在国际上 你无缘无故老去攻击别人的话 可能就民生就不太好了 而且在国外互联网技术要远远超越中国 你要是人家以相同的方式再来反攻击中国 那哪里中国的目前的这样的水平的话 哪里经得住这种这种国际知名的网站 连专业也来攻击你 而且问题是很无聊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话 他主要还是攻击网络代理商 尽量让你的服务无法维序 然后呢 同时在你的电脑里面 也攻击你个人的电脑 也要攻击你个人的电脑 攻击个人的电脑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方法 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一会有针对性的来解决的 这个个人的他也要攻击 一般对个人的电脑的攻击的话 他主要还是以 以装一些间谍软件 让你让你的里面的通路 给你堵塞掉的这种方法 而不是直接说针对这种攻击 而是让你的网络是这里面 像本地的一些访问的这个 使用代理的IP 一些一些端口 给你给你封掉 或者说违装违装一些 一些安全 以安全为名义 或者说以一些 什么卫士等等 或者杀毒软件的名义 那国内的像360网站的话 其实说360网站 反正360的那个杀毒软件 那基本上 因为他现在已经摆在外面 已经公开了 他就是参与这种 这种政府的这种 长城防火墙的 这样的一起 一起跟着这种共产党 一起来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所以公开透明的事情 我相信那个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都满世界都知道了 是吧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让他保证这种 你在本地访问通过代理 然后访问这被封锁的网站能够顺畅的进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当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现在那个整个图已经比较清晰了 我们现在逐项来解决 逐项来解决 我们从本地的自己的电脑 就是个人的电脑 这个地方开始 个人电脑的一般服务器 他本地电脑127.0.0.1 一般是指本地电脑 或者说有的有的用英文字母直接写local host的 就本地设服器本地服务器 这个每一台电脑他有一个你本地的电脑就有一个服务器 这个暂时的话先不用管一会的话用得上的时候再跟他说 一会再跟他说我们先从本地的电脑开始做起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防止这个电脑里面 把这个不友善的软件通通清理掉 通通删除掉 任何的像国内有的很多很多软件 大家要注意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 像那种跟杀毒啊 跟什么跟什么卫士啊 等等这些有关的挂着名号的 你看看就是尽量不要再用了 不管是呃大部分网大部分的软件都是了 那在网上找一找啊 就是跟杀毒软件跟那个什么安全卫士啊等等 有可能他会接管了你的端口的这些程序要给他去掉 然后浏览器的话尽量就用谷歌的这种chrome浏览器哈 我们要我们要再从首先要把电脑里面就是不友善的软件要全部清除了清理干净了 然后就可以了那你要要检测 比如说这个你现在目前这里你软件卸载了 但是到底是否已经一切都顺利了能够正常的访问网站了 那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测标准 我举个例子哈 大家看哈 我现在比如说我我把这种这种不是很友善的这种杀毒软件 安全卫士已经全部给他删除了 删除以后那到底这个时候是否已经正常的工作 你一般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像这种帅风哈 这个帅风的代理服务器 这个时候当你一旦连接了以后呢 他显示这是连接是成功的 连接是成功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试着 你可以试着访问 比如说像YouTube这个网站 试着你点击看看他是否能够正常的访问 正常的显示 如果你连上了以后 或者说其他的自由门也行 比如说他已经成功连接上了7台服务器 全部连接上了 或者说这个 这个无界吧 这个无界浏览器 这个全部连接成功了 那么你一点都连接不上 那么你有时候 有可能你的电脑里面还是在被监视的状态 反正各种管家呀 卫士啊之类的东西 现在已经在国内已经完全完全受控了 已经很多其他国内很多企业也有他无奈之处 反正就是既然不友善 既然他阻止了我们一些应该拥有的这种知情权等等 这样的软件 恶性的软件通通都要删除掉 如果你需要杀毒软件 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杀毒软件 像小红闪啊等等 各种各样杀毒软件 很多呀 免费的 或者说现在那个windows系统本身 它的自带的这种免费的杀毒软件都有 我都不需要安装杀毒软件都可以了 是吧 那如果你要是怕有了电脑运行卡了 那需要有个来清理的软件 你也可以用一下这个软件 大家看看 Ccleaner 这个这个也可以 Ccleaner free的 这个这个也可以 这个点击一下 清理一下 他电脑如果要是有产生垃圾 他也可以把你清理的 干干净的 就就够了 然后又不会打扰你 一切都正常 然后杀毒软件的话 有很多国外的杀毒软件免费的多的是 所以不需要为这个事情烦恼 再返回来 再返回来 我们我刚才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你看 本地服务器127.0.0.1 这个这个这个市府的ID 为什么要提到这点 大家看 你如果 你现在这样连上了 连上了 不一定 如果你设置错误 还不一定能够 能够 就是跟互联网 就是代理上 到底有没有代理上的话 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一下 大家看这里 大家看这里 我以自由门为例 自由门当前的这个端口是 8580 其实这个端口的话你可以自己自由的修改 四伏服务器就是127.0.0.1 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电脑本地的服务器 那个端口号是相当于什么 比如说端口号我给大家讲一下 本地服务器这里再补充一下 再看这本地 这个是127.0.1是固定的服务器 然后正常不用代理的话 它端口可以有很多 那我现在假设我要 我要用到端口 比如说那个 看这里 它有一个端口号是 好像是80端口吧 80端口这个是默认的端口 端口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比如说 我在家里面 然后大门 就是我平时正常的进进出出 或者我要出去 或者朋友要过来 一个一条路吧 一条通路吧 就是这是固定的端口 或者默认的端口吧 80端口是默认的端口 然后的话 你因为你要用到代理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因为端口80已经被占用了 这时候的话 就是这条大路是正常的能进出 但是你走大门 你走不通啊 你走进去的话 就是这个障碍 那个障碍啊 那既然80端口 有的你要去 真正要去的地方 如果走不通的时候 本地可以走得通 没有没人打倒的地方 国内的网站已经被审查的 那就走80端口就够了 你不用去设置 他默认就是80的端口 那这时候 比如说我大门被流氓堵住了 这时候我就可能我要翻墙了 可能我要爬窗户了 或者说地上墙壁挖孔等等 这个时候就有其他的端口 其他端口的话可以默认设置 比如说像这种 你看 这个自由门的8580 这个你也可以自己修改 你随便自己修改 反正这个就一串数字 8085 或者只要不冲突就好了 就每一个代理服务商 就是代理服务器 比如说像这个塞封 塞封也有他的端口 也可以默认 也可以默认 你就无非就是 你看977 或者什么都可以 你自己设置 设置在他允许的范围内 你就设置一个就好了 那这种比如说9777 或者说其他的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无界的服务器 比如说这5757 这个是可以自己试试的 随便你试试 5777 类似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 你反正 这种端口就是你自己想办法 80端口就是默认的大道 那其他的话就是跳墙了 攀 攀楼顶了 挖孔了 墙壁挖孔 那就是各种端口 这种端口是另外的端口 那80端口是正常的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代理 不要来回跑 他直接就可以允许去访问这个 这个蓝色的这个 活下来的网站 允许的被修改 被阉割部分的网站 可以直接80端口 直接访问 那如果你要用到代理服务商的话 我刚才大家看到 我这里有三个代理服务商 三个代理服务商都在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一点的话就 因为我在跟大家讲 网络代理服务器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这方面 三个就是说 现在我在这里面是 应用了一个 不是一个代理服务商 我们如果只有一个代理服务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现在只用自由门一个网站 我只使用自由门一款代理软件 那么比如说 假设那个防火墙 那个网络审查系统 他就拼命的攻击自由门 然后的话 每周 或者说每三天 或者每两天 或者其中有五个小时 或者有三个小时 或者四个小时 或者也许一天 也许两天 连续连不上 这个时候 那我怎么办呢 我时间被浪费掉了吗 是吧 所以我真正的这个代理服务器这里 我不是用一个代理服务器 我是在使用一个代理的集群 我的复制给大家看 这个是有多个代理的 这个比如说 给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 这个是比如说 A代理 然后这个是 B代理 然后这个是 C代理 反正有一大堆代理 其实我不是使用一个代理 我是使用一大堆代理 我根据自己的需要 也许两个就够了 也许三个 也许四个都行 或者说你也有自己的代理都行 我是在应用一个代理集群 代理集群 让他的通路多增加几个通道 比如说 如果这个代理服务器A 如果被供来供去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瘫痪了 这时候就瘫痪掉了 瘫痪掉不就不能工作了吗 是吧 不能工作 那我又不能浪费时间 是吧 我也不可能说一直等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就 因为有集群 所以我就有 你看 B号代理 A代理被供倒了 我就选B代理 B代理又被供倒了 我就选C代理 我是有多个代理 我是有多个代理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代理的话 都可以去访问这个被封锁的网站 被封锁的网站 ABC的话 都可以 就是我有多条代理 反正 通过这样的策略 你基本上 基本上永远都不存在这种会被 会被贡献的这种可能 会被贡献 因为不可能贡献 你贡献了 A代理被贡献 我B代理还能用 B代理被贡献 我C代理还能用 那今天贡献 那明天又能用 它也不是说一直都停掉 那我现在 我现在正在跟大家讲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看我当前所使用的这个三个代理 都活着 而且都很好 而且我长期在使用 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啊 大家看看那种网络防火墙 大家都觉得好强大 好强大 实际上我都觉得那种 那些那个什么网络 网络长城防火墙的工作人员 你整天在干什么 这么多年了 自由门 这个 帅风 这个无界这个浏览器 这是一个老牌的浏览器 好像跟 跟这个网络防火墙 这个长斗了几十年了 他们都依然的服务的 好好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到此时时刻 我正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三个网络 大家看清楚 三个网络通通连接正常 这个也是正常 这个也正常 全部都连接 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断掉了 断掉没事 好假设这个时候 假设我发现它断掉 我可以选择 你看 第二个服务器 就这个软件本身有几个通道啊 是吧 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等 也许会等 也许会两个小时内断掉 就没办法用 也许三个小时 也许我半天时间就不能用了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要选择自由门了 好 这时候怎么设置 本地电脑怎么设置 大家看清楚了 那现在我就来教大家 怎么设置代理的办法 大家看 就是设置代理的话 你可以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 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开始 然后的话可以直接搜索 或打开这个控制面板 是吧 控制面板的话 你可以直接输入 这个中文的话输入控制面板 英文的话叫做 control control panel 这个 进入 点击这个 进入 进入里面呢 有个 Internet option 就是 网络选项是吧 应该叫网络选项 大家看一下 点击网络选项 Internet option 点击进去 进去以后呢 大家看这个 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里面的话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刚才好像在点击 打开 重新点一遍 点击进来 是这个样子的 进入到这样的界面 进入到界面 然后上面这里的标签 里面有个 connection 就连接 跑到这个connection 这个标签来 然后呢 在以下 这边有个 local area network setting 就是 本地区域的网络设置 这个意思 然后点击这个 land setting land setting 这简写 local area network 这个简写 就是 本地区域网络设置 点击 点击进来以后 然后这里 大家看底下这个 这个 proxy server 然后这时候我再刷新 然后我看 比如说我像目前的这个三个代理服务器的集群里面 我给大家看看 97这个不是自由门的 自由门是8580对不对 那 那然后这个9777就是 siphon的这个siphon 这个siphon3 这个977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再返回来 还是回到这个网络设置这里 如果你要是再次给它打上勾 再点击确定 然后的话刷新一下看看 这时候就连上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如果你要是发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理 如果要是速度比较慢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代理面代理里面呢 我可以尝试的选择另外一个服务器 另外一个一家代理 就无界的代理 我也试一下 无界代理 现在目前我设置的是5757 要我现在返回到这个选项来 还是在这里面设置 把977的9777原来这个塞封的改成5757是吧 改成无界的这个5757 大家看哈 这单口127.0.0.1就是指本地服务器 然后的话这个5757就是指那个端口吗 是吧 那我现在端口改一下 改成5757 然后确定 然后刷新一下看看 这个时候就换掉了 这时候代理就代理服务器已经换成另外一家了 是吧 我就可以采用 我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来回切换 找到速度最快的那个代理服务器 来为我使用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这里我看还有个选项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里哈 大家看 底下还有个选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翻读成中文应该叫做 绕过 绕过本地的 绕过本地的这种 就是本地代理就是不要 本地服务器就是80端口那个服务器 local host的那个 默认的那个服务器 不要代理就是了 如果你 你把这个钩子打上呢 你把这个钩子打上 然后确定 确定 就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 只有 只有被 我需要代理的部分 就是国外的网站的话 你才去代理 而本地的话就默认直接连上去 就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其实本地有的时候 你要是没有把这个钩子打上 这个钩子如果没打上的话 这个钩子如果没打上 就是相当于说前局代理 前局代理就是什么 就是 所有的都代理 所有的道理就是包括 包括这个 本身不需要代理的部分 包括这两部分 统统都要代理了 变成这两部分 统统都要代理 那但是我 其实我并不需要 就是 不希望他这个 代理本地的这个 他就变成这个 能够直连的也代理 然后被封锁的也代理 那么 就是所有的都需要 相当于这样 绕了一圈 绕了一大圈 绕了一大圈 然后 因为代理本身速度 就会就会有点卡嘛 然后 绕了一圈 还有再加上这种 有时候政府会不停的 这种这种攻击的话 导致输入本身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尽量的话 这个 本地的这种 国内的网站就不用代理了 让他直走就好了 就只有一小部分 我们需要的海外的网站 已经被 被列入这种 不能访问的这网站的话 才去访问他 才需要代理他 其他不用代理 就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设置 然后 现在代理的基本的功能就讲到这 另外一个就是 我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进入 进入那个代理设置 也可以 其实从浏览器里面直接设置 浏览器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Chrome浏览器 你可以点击 点击这个 选项按钮 里面有个setting 然后 这里底下这里有个稍等一下 拉到最底下这边有 advance 高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底下有个 这个 open proxy setting 就是打开 代理服务器设置 这个系统 然后打开 代理服务器设置 然后他跳出来的界面是一样的 然后这有个链接 connection 跳 跳弹到这个connection 这个标签 然后选择 这个land setting 一样的 那IE浏览器也一样 IE浏览器 我打开试试 如果是IE浏览器 设置的位置 也在设置的小按钮 设置按钮 然后这里有个 internet option 就直接一下子就可以 直接进入到界面去了 是吧 然后在这里面 其他东西都一样 不用介绍了 讲太多了 一样的 一样的 那关于手动设置代理的方法 也讲到这 而且大部分这种 那个代理应用程序 其实并不需要你手工设置 你只要正常的话 一启动 它就自动 自动把你设置好了 就自动已经设置代理 然后你关闭的时候 它又自动把这个设置代理 又取消掉 然后比较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检查 比如说你这个软件 有的时候代理软件 已经关掉了 或者说你看像比如说这自由门已经服务已经失败了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选中了那种代理的状态 或者说有的时候你退出来 然后他代理还设置在那边 但是软件其实已经没连上了 那又有的时候 他连本地都一起代理了 如果你发现本地也被代理了 然后代理的软件又连不上 那么有的时候你网页就打不开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 像这目前这自由门对不对 自由门这边 现在服务器没有连上 然后在你的选项里面呢 选项里面的代理设置里面 你又没有把这个绕过本地代理的这个钩子 你没有选上 那就相当于前局代理嘛 就是全部都代理 但是你代理服务器又连接失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网页就访问不了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代理的钩子去掉 至少你要在后期碰到这种代理问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 所以设置代理这个能力 这还是要有 所以必须要掌握它 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掌握 那现在目前手工设置代理的方法 我暂时跟大家先讲到这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更简单一点的 智能化设置代理 不需要那么麻烦 不需要来回跑 然后又手工的这样显来显去 然后换了代理 要重新再设置一遍 这东西手续太繁琐 我们采用软件 让它更加智能化一点 我们接下来来讲这一点 在浏览器的话 我个人比较推荐 就是一般使用Chrome浏览器 那早期我也用过一个Fivex浏览器 就是推荐这个浏览器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 就是在于它的有很多的扩展程序非常多 就是我基本上我想要它什么功能 我可以不停的扩展 增加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一个功能 让它来达成我想要的这种目标 这种结果我需要它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它就能够实现 因为它可以扩展 那今天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何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安装这种自动代理的插件 让我们的上代理的时候 绩效更简单更快速一点 安装插件怎么安装 大家看这里 这个现在目前这是Chrome浏览器 图标是这个图标一个小小红黄蓝 红黄绿色 那这个这个像小风车样的标签 叫Chrome浏览器 那点击打开以后呢 安装的话很简单 点击这个选项按钮 然后拉到这个more tool 就是更多的工具 然后这里面有个extension extension就是扩展的意思 点击扩展 点击扩展 这是我当前已经安装了一些扩展 已经安装过的一些扩展 那我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的扩展 你拉到最底下 这里有个get more 一个tension 就获取更多的插件 点击进来 点击进来以后呢 我们等它打开啊 然后我们现在安装的插件的名称叫做 那个switch omega 就这个软件 回车等它返回来啊 看最上面这个 progress switch omega 然后点击把这个插件 添加到这个浏览器里面来 add it to chrome 点击一下 然后让它 确定一下 添加插件 然后等它下载 然后跟它安装就好了 整个过程很简单 一会儿马上就能用 这已经左下角 已经在下载这个插件了 然后一会儿下载完成以后 就安装正常安装就好了 哎 这时候已经安装好了 它它会自动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就是这个 这个小圆圈这个地方就是就是刚才我们刚刚安装的这个插件 然后它这时候跳转到这个自动设置的这个界面来了 就是它的功能设置的这个里来这里有一些说明书 大家可以稍微自己有时间看一下 因为我我知道它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就不看了 我就直接跳过去 完成它 看 如果你要这个界面已经关掉的话 你也可以重新再进入 进入的方法还是这样 把这个鼠标拉到这个 这个插件这边 然后点击 点击左键 然后这有个Option 选项 这时候它又可以跳转到这个软件里面的设置 那我现在就正式来来设置这个 Switch Omega 这个配置这个自动代理的一些方法 现在我就教大家怎么配置 大家看左侧这边 这边有个Profile Profile的话 应该中文翻译成应该是配置应该比较整切吧 配置文件吧 是吧 在这里下有个Proxy Proxy就是指代理的意思 那代理的话 因为我们有多台代理 我们不只有一个代理吗 我不是要 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代理集群吗 一大群代理服务器吗 是吧 所以我为了更准确一点的话 最好对这个Proxy 这个代理名称稍微改一下 我们改成比如说像自由门吧 自由门的话 我们就给它 你看选中这个 选中这个Rename 就从右这边 重新命名一下 那自由门 自由门 自由门的话 那个 那随便吧 就就门吧 我们就用中文拼音版门 Name 然后的话这个知道这个就是自由门 然后我们来配置它 配置它 然后呢 自由门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就本地server 就是本地的服务器嘛 本地服务器的话就127 127.0.0.0.1嘛都一样的 127.0.0.1就是指本地服务器 然后呢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是什么端口 这个端口就是看看自由门 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是8580 或者说你可以自己重新配多少自己随便填 填好 你只要一字起来就好了 那这里既然是8580 我们就给它写上8580 就给它写上8580 然后呢要保存它 就应用改变 ApplyChange 这个要点一下 确定它 确定它的时候 这个是http正常的网页 网页的这个代理就是采用8580嘛 其实底下还有展示更多的高级选项 这个show advance 这个它这个其他的 其实已经在默认了 都是采用应用这个的 除非你有必要没有必要 就就直接它都是已经默认了 你不用再去设置了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的话 因为我们有多台服务器 然后最好颜色也也也看看 跟这个比较自由门的颜色 有点像那种蓝色的 那我们也用蓝色的 就是颜色最好搭配起来 然后我们还要添加多台服务器 所以继续添加 继续添加 继续添加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new profile 新配置文件 新配置文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来配置 这个siphon 就是把siphon的名字 写上去就好了 siphon 3 不用写3 siphon 然后就点击create 就创建一个 那颜色也一样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跟这个 对接上 以后的话 选项的话 眼睛就用颜色来识别 比较好识别 你要改变颜色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改变一下颜色 自己挑选 这个跟这软件的颜色 差不多一样的 颜色 然后呢 方法也一样的 方法也一样的 这个不是检测 我们也是选 http 然后呢 server都一样 所有的server 就是本地服务器 都是127.0.0.1 你以后的话 在其他的软件里面 也一样 server就是 127.0.0.1 这个point port port就是端口 端口默认的 就是端口 大门 就是我们固定的 这个常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端口 80 80就是指不需要代理 那我们现在要代理的话 就是不是默认的端口 所以我们要改它端口 改它什么端口 就是改成 率封的端口 率封的端口 我把它已经 设置成为这个 本地的端口 改成 9777 我就把它 这个端口也 改成 9777 这个塞封这个软件 我要特别提示一下 这个塞封软件 它 如果你要是 它一般不需要填端口的 就是如果你安装完以后 塞封 启用的时候 它这个一般是动态的端口的 动态端口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使用的话 就是说 它会老掉线 老掉线 老掉线 所以 所以这是经验 端口的话 不管你写什么 一定要给它填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 这个应用改变 Uplight Uplight Change 这个一定要填好以后 然后点击改变 比如说我要是重新改成 12345 这样点击一下改变 那我们这个暂时还是9777吧 就不要去理它了 然后不变 就是保持一致性 然后点击改变 现在已经保存成功了 然后还要再加一台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现在把那个无界的代理 设置一下 再添加一个New Profile 把这个无界 无界的也添加一个 然后 拉到底下 创建 创建完成以后 还是一样的 写的方法还是一样 这个拉到底下 HTTP 那HTTP跟HTTPS S是指Secure Security 就是指安全的 安全的网页代理 这个一般的话 这是老式的是HTTP 那现在很多软件 很多网站 慢慢已经应用上了 这种 那有S这样的标准 但是你不用填一个 基本上就够用了 它剩下的它会默认 按相同的方法来设置 我们继续吧 127.0.0.1 然后呢 这个端口来 一次起来 这个我现在5757 我也就改成5757好了啊 5757 好 然后应用它 应用改变 应用它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 就已经设置成功了 大家看这里啊 那我现在回到首页 大家看这里 看这里 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你看啊 现在大家看这里 把这个鼠标 把这个鼠标 拉到这个键盘上来 这个时候 你看它这个 Switch Omega 这上面提示你是 System Proxy 就是系统的默认配置 系统的默认配置 就是刚才我们 已经给它配置过的 那个配置文件里面的 那个那部分资料嘛 就是Internet Option 是吧 就这个Internet Option 一般默认的话 就是我们原来 原来配置什么 就是什么 原来配置的 原来没有配置 看到没有 我这里 它现在目前 在那儿 使用系统的配置文件 但是我系统 没有给它应用上 这种配置文件 所以这个时候 你肯定打开 被封锁的话 那肯定就打不开嘛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用理它 也没事 这是不需要设置 这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它 我们不需要 需要它的话 其实当然显重一下 还是按刚才一样 要27.0.0.1 然后再添加上 对应的单口 也是可以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 不用理它 也没事 不用理它 就不用理它 我们不需要它了 看看 现在这YouTube 现在目前是打不开了 因为你在系统里面 默认的配置里面 没有把它配置上代理 是吧 就相当于说是直连的 80端口 直接访问的 是吧 这个时候 我如果想要 想要就是一个 比如说 我先确定一下 现在这种 塞封软件 确定是已经连上了 然后我只要选中 选中这个连一下 跳下来以后 选中这个塞封 然后再刷新一下 打开了吧 这就打开了吧 是吧 那如果我要是 这个慢快慢 是根据 本地的网络环境 或者说代理的环境吧 有时候快 有的时候慢吧 如果我觉得太慢 它既然已经在转动了 而且这页面已经显示出来 上面的标题文字 已经跑出来 基本上是代理是成功的了 如果发现这个代理输入太慢 我要切换也很简单 我直接再换一个 比如说我 我换成这种无界吧 换成无界看看 当然要确定它这个是否连上了 这手就应用成功了 是吧 这手就用了 我当前颜色黄色的 刚才门的色产标签里面 已经显中黄色的 跟这种塞封是颜色一致 所以这个手 这个手的话 基本上你所访问的 所使用的代理就是塞封的 那如果我要换成其他的代理的话 也一样 只要手中显中一下就好了 要自由门 就显中这个门字 显中这门字 它就马上切换到自由门 这样的话 绩效很高的 这是前局代理的状况 前局代理的状况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选中自由门的话 那如果你要是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要访问在国内的网站 比如说像淘宝啊 或者百度啊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是前局代理 所以有可能会因此变慢 这个时候的话 门可以要再设置一下 就是如果本地的 有的不需要代理的 我们就不要代理 让它自动判断 就是需要代理就代理 不需要代理的时候 就不要代理 然后能够高效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重新配置 像淘宝这本地的文件 配置老半天 等老半天这样算算 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手工选择 选择这个按钮 上面这个有个 有个 就是直接连接 也可以选中它 就是也一样的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在 这个再输入淘宝的时候 速度可能就很快 就能直接打开了 这马上就出来了 是吧 马上就出来了 就是你 这是手工的 就全部 全部选项 就是你选中了 某一个代理的时候 就来回切换 然后就是靠手工来选择 我哪一个代理 输入比较快 就用哪一个代理 我不需要代理 就直接选择不要代理 或者说需要用系统代理 就系统代理 这个是靠手工选择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自动选择 看到这里 就自动切换 Auto Switch 这个也可以设置一下 让它更加智能化 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的办法 我们再重新再设置一遍 再把它更多内容设置一下 点击这个Option这里 然后这个时候到下面这里边 下面这个选项也稍微配置一下 当然也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刚才所用的这个自由门 我也可以把淘宝的 淘宝的网址 就是直接添加到这个 不需要代理 你看这个Bypass List 这个相当于说白名单一样的 就是不用代理的白名单 比如说我假设把淘宝添加进去 你就只要添加这样淘宝 那个新字件的话是指通沛符 通沛符就是指 就是指比如说前后的通沛符 一般是指就是前面的 就是中间是淘宝 然后前面不管出现任何东西 或者后面出现任何东西 你都给我不要代理 是这个意思 通沛符就是延伸 两头延伸或者向左延伸 往右延伸 比如说举个例子 淘宝前面它有个分类 像这样 像这样的话 你也给我不用代理 就是也要在白名单里面 那我就不用 因为它这个有的时候 也会变化很多 所以我只要一个 一个新字件 就可以替代这个所有的一切 不管它怎么变化都是不代理 只要带有淘宝 这个来设置 我们如何去设置这个自动代理的场景 这个还是一样提示的说明 我们跳过去吧 我们就不理它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有个add condition 就添加一个场景 假设比如说我要在YouTube这个网站 或者Google这个网站 Google这个网站 然后点看 点看 这前面的那个 鸿舌外卡的应该是指通沛服吧 就是 就是在Google这边的话 如果它前单有什么其他东西 就让它添加通沛服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这样吧 或者说不用理它 它会自动添加通沛服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选中这边这特征嘛 配置特征嘛 是吧 我们这个是直接 比如说我选择Google 如果选择直接 然后的话你这样保存保存更改 这个时候的话 你Google肯定是打不开的 因为直接连接就80端口 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要让它能够成功的连上网络的话 你就需要找到代理 那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添加了三台服务器嘛 所以可以选中这个自由门 或者说摔风 什么都可以 这样先选中 然后后期当然你还可以去改变它 就是自己可以手工添加 或者随时随地的在这个标志里面可以去添加 我现在的话 最关键不是手工添加 这个这部分的话不要急 我们先最关键是要引用一个自动的规则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下面这个地方 import online rule list 就是导入在线的列表规则 然后把它添加到这列表规则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人工添加的这样的繁琐的过程 让它自己去判断 本地的就不用代理 需要代理的再代理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个地方稍微大家看一下 这个before 就默认的情况下 你是直连 直连就是没有代理 就是80端口 就是没有代理 就是默认的情况下 你要直连还是说要代理 这点的话 根据你的实际需要 比如说你的经常使用的话 是以国内的网站为主 那么你就直连 然后需要代理的时候 你比如说要上YouTube Google之类的 你就你在选择代理 而你平时的话 就以国外网站为主 基本上国内网站没怎么访问 你就可以默认 一开始就默认 默认这种代理的软件 然后你的基本上代理软件 始终都是打开的 然后碰到国内的网站需要的时候 你再添加这个规则 添加直接链接 然后让它会自动跑到这个列表里面来 你只要在这里面的游戏规则 过滤规则 你一添加上去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跑到这里来 就是默认的话 就根据你自己真实的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直接连接 或者选择其他代理 然后我们现在这时候来导入一些代理的规则 代理规则 就是添加一个规则 添加一个规则 添加规则的话 那添加规则就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这里有个 rule list url 就是这个规则列表的 url 例子在哪里 这个时候去哪里下载 大家可以在这个谷歌里面搜一下好了 谷歌里面搜一下那个 就说那个 url 例子在哪里下载 就说那个 url 例子在哪里下载 就说那个 url 例子在哪里下载 列表然后你就这样搜索就可以找到 回车 这个点击这个 这是一个开源的程序 点击进去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复制这个例子 把这个下载的例子 复制过来 复制它 Ctrl加C 或者点击右键复制它 复制它 然后的话在这个列表里面 我们先在例子栏里面贴一下 然后回车一下 看看这个加载是否成功 我们先看一下 先观察一下 但你目前的话 所要访问的这个时候 当然是在代理的状况 正常的直连是不可能会打得开的 那么 你看到它这一大堆这个规则 这一大堆被加密过的代码 是吧 说明是这个 这个列表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例子 粘贴到 刚才这个配置文件这边来 粘贴到这个规则这边来 把它贴上去 然后点击下载 下载配置文件 现在就下载这配置文件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你看 就一大堆的这个 哪里要代理 有的有的效代理 有的不效代理的 都在里面 这个时间的话 它会随时的更新 对不对 那你只要把这代理的规则 配置好以后 然后就保存它就可以了 保存它 比如说 你那个配置完成以后 这个 Apply Change 点一下 现在保存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 然后这个 这时候的话就可以把它切换到 切换到这个 自动改变的 这个 自动切换的 这个规则里面来了 有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 这个自动代理的话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问题 大家看一下 如果选择自动代理 然后我举个例子 打开像这个 YouTube网站吧 我刷新一下 这样 这样回车一下 在这个加载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选择的是自动代理的话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在打开的是YouTube网站 但YouTube网站其实有着背后可能有 它还有其他的网站 可能有两三个网站 组合而成的 就是主网站的网址是YouTube 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网址 一些IP地址正在给YouTube提供资料 这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资料 这个时候大家看有的时候 加载老半天 之所以加载没有成功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一些规则 大家看到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提示符 就是有17个资源加载错误 这时候你点击进去看一下 点击一下看一下 它会分析一下 分析出来以后就是除了YouTube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你看 GGPHT.com 这个也要添加到这个规则里面去 添加到一个当前正在运行的这个代理 比如说这个赛方现在连接正常 然后添加到添加到这个规则里面去 可能才会显示 这时候已经加载成功了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的话 我有的时候我就反正的话就是 基本上国内网站我现在也很少去访问 所以就有的时候直接选择 直接选择直连就好了 直接选择比如说自由门 如果你感觉自由门速度有点慢就直接晒晒风或者无阶 直接一步到位简单一点 让它前去代理 你只要发现其中的一个代理速度不够快 然后你就再选择另外一个就好了 是吧 这样刷新一下或者怎么样 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就是一切都要效率都要高 要速度要快 速度快的话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是吧 我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组合的话 你的这辈子可能再也不用受到这种防火墙这样的困扰了 你要一定要组件就是要 你要你要策略一定要正确 知道那个防火墙的运行机制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应对策略 让他抓不到头绪 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不知道如何去攻击 我相信你永远都 这辈子永远都不要再为这翻墙的事情困扰了 记住这个图表 大家稍微好好再理解清楚一下 就是代理是一个集群的代理 如果你自己有发现更好的这种 自己去网上寻找各种各样的这种代理的免费的代理软件 很多很多 不一定说只要用这种三款推荐的这三款 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翻墙软件 你只要测设的测设以后效果都不错 你都可以成为你这个代理集群里面的一小部分作为备用的这个系统 只要应用很好的应用好这个策略 你就永远地摆脱了这种 互联网的限制 就摆脱了这种思想被奴役的命运 就可以翻页高墙 自在地去获取各种透明的信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